地球球花美艳动人,工作却是在夜场跳达马舞,还要在密闭空间,服饰XXX的老翁,离开酒店的时候腿都站不稳,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让莫妮卡贝鲁奇一跃成为世界女神,而致命的邂逅童年出品却被盖了风头,满瓶的福利一样的撩人。 各位看官记得点赞,注意看这变幻莫测的手法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魔术师的表演,实际上这是小偷在练习职业技能。 地铁末班车上,同伴比划了一个奇怪的手势,小帅立马心领神会,伸出剪刀手,盖走了男人的钱包。 前程不过两秒钟,两个小偷已经下车换乘,逃离事故现场,两人继续物色新的盗窃对象。 恰巧小帅右手边,有位衣着光鲜的时尚女性,看起来就很有钱。 小帅心思一动,想吃毒食,避开同伴的视线,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了她的钱包。 女人准备下车转过身来,小帅这才看到了女人的面容,一见钟情,她想追上去,要个联系方式。 可惜车门已经关上,只留下一丝女人独有的体香。 回到家后,小帅整理今天的收获,笔记本上沾染了女人的气味。 小帅清秀两口,又想起了女人绝美的面容。 小帅从笔记本中了解到,女人名叫莫妮卡,在附近的夜场上班,对下手的对象产生感情是小偷的大忌。 但小帅已经顾不了这么多,她留下藏在笔记本中的钻石,潜入夜场,欣赏莫妮卡表演。 表演内容十分考验达马艺术,小帅心跳加速,坠入爱河,和人交往总得有个干干净净的身份。 小帅决定先把笔记本还了,然后摆脱小偷身份,再对莫妮卡展开追求。 她留进莫妮卡的更衣室,想把笔记本栽回莫妮卡的大衣口袋。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男人,吓得小帅急忙躲进衣柜。 随后,莫妮卡也走进了更衣室。 小帅从两人的谈话中察觉,莫妮卡的身份并不简单,她不仅是热辣的达马五娘,还和当地的非法社团关系颇深。 社团会长就是莫妮卡的群下沉,而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男人,是非法社团的副会长。 她此行的目的是帮会长传话,让莫妮卡明天到会长入住的地方提供上门服务。 小帅文言对莫妮卡的喜欢中又多了几分怜悯,因为会长年纪太大,所以心里有点问题。 再加上身居高位,行为肆无忌惮,那所谓的服务不如说是戏耍和折磨。 莫妮卡接到通知,明显心情不好。 深夜,莫妮卡独自躺在床上,神情哀怨动人。 她想拒绝这个要求,却不敢得罪会长的事例。 当天,小帅蹲守在酒店对面的街道,果真不出所料,莫妮卡如约出现。 小帅心疼不已,不知莫妮卡进去之后会遭受怎样的对待。 女人跪在地上,弯腰帮男人整理裤脚,卑微地几乎要把脸贴在地面上。 没办法,谁让她服务的对象是当地的帮派老大,要是不听话,小命都没了。 女人名叫莫妮卡,拥有多重身份,既是夜场中的热辣五娘,也是帮会会长最喜欢的小宝贝。 这天,莫妮卡得到会长传唤,提供上门服务。 即便是老熟人,该走的流程也不能少,门口的守卫把莫妮卡理三层外三层搜了好几遍。 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二是保障会长的安全,毕竟会长的爱好有点特殊。 要是快乐的过程中,莫妮卡不堪忍受,拿起武器反抗,所有人都得跟着陪葬。 经过重重搜查,莫妮卡终于见到了这位80岁的老帅哥,话不多说,直接步入正题。 几天后,莫妮卡强撑着残破的身体,走出房间,站都站不稳,娇弱扶强,惹人怜惜,引得守卫频频回头。 莫妮卡休息了两天,返回夜场上班,而小帅也在附近徘徊寻找机会,送还笔记本。 然而没想到,副会长竟然派了两个壮汉,暗中保护莫妮卡。 壮汉发现小帅鬼鬼祟祟的样子,把他抓进小黑屋,言行靠打。 小帅没撑住,撒了个谎交出笔记本,守卫把笔记本送给莫妮卡。 莫妮卡急忙查验家层里的东西,发现钻石不见了,那枚钻石是副会长送的礼物。 原来莫妮卡还隐藏着一层暗哨身份,副会长不满如今的地位,意图篡位。 所以把美艳的莫妮卡安插在会长身边,寻找机会暗杀会长。 如果副会长知道钻石遗失,为避免计划暴露,肯定会杀人灭口。 善良的莫妮卡考虑到小帅的安危,谎称所有的物品都在。 壮汉走后,莫妮卡避开副会长的眼线,匆忙寻找小帅。 刚出门,就见到小帅守在楼下。 小帅什么也没说,乖乖交出钻石。 莫妮卡害怕暴露行踪,也来不及多问,结果钻石慌忙离开。 两人行动如此迅速,却还是被副会长察觉了。 副会长生气莫妮卡自作主张,狠狠教训了他一顿。 而后又觉得方才的行为太凶狠,用最原始的方式安慰莫妮卡受伤的心灵。 可怜的莫妮卡在副会长反复无常的态度中遭受了两种模式的摧残。 事情裹不出莫妮卡所料,副会长唯恐计划提前暴露,派人解决小帅。 于是小帅一开门,枪就顶在了脑袋上。 小帅炉炉火纯青的偷技不是白练的,他假装投降,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来人的手腕,猛地发力,掉转枪口,反杀来人,解决危机。 小帅叫来同伴处理现场,他思来想去,确信最近没有得罪人,如果非要找个真凶,那只能是莫妮卡,但是因为一颗钻石就要别人的性命,这也太不可理喻了。 小帅决定找莫妮卡问个清楚,他一路跟踪莫妮卡,最终在商场卫生间堵住了她。 见到小帅还活着,莫妮卡有些吃惊,不过看危险的手枪,莫妮卡察觉小帅不怀好意,司机逃走,只可惜他穿着高跟鞋,根本跑不快。 又被小帅抓了回来,面对小帅的质问,莫妮卡不得已坦白真相,这才侥幸留下了一条命。 小帅万万没想到,追个女友也能卷进帮派内斗,既然得罪了当地的黑恶势力,原来的地方肯定不能住了。 小帅搬进同伴家,犹豫要不要逃离此地,谁知刚搬进来,莫妮卡就找上门来。 原来那天晚上,莫妮卡返回夜场之后,发现副会长在更衣室里化妆,满脸散粉, 像一个即将粉末登场的小丑。 等候已久的副会长,让莫妮卡启动暗杀计划。 再过半个月,会长会组织一场茶话会,届时帮派高层会全部到场,这是最快最好的时机。 只要莫妮卡完成自己的任务,副会长就会带人冲进会场,篡位夺权。 莫妮卡接到任务命令后,心中忐忑不安。 相比会长的特殊爱好,副会长的阴晴不定更加可怕。 谁知任务完成后,心思深沉的副会长会不会把她推到台前做替罪羊? 莫妮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找到小帅,用那颗钻石当作报酬,请小帅帮她完成另一个计划。 女人跪在地上,卑躬屈膝地为男人整理裤脚,一副贤凉舒德的样子。 但实际上,她是被逼无奈,毕竟这个男人是当地帮派的头目,手握生杀大权。 不过这个男人得意不了多久了,会长组织茶话会,帮派头目全部聚集在一起。 莫妮卡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温柔,乖乖地服侍男人换衣服,给众人端茶地水。 背地里却遵循副会长的命令,偷偷在茶水里面加了点料。 确认茶杯送到了每个人手上,莫妮卡扶身在会长耳边说,身体不适,要出去休息一会儿,会长不宜有她点头答应。 不消片刻,所有人昏倒在原地。 莫妮卡从门缝中看到这一幕,打开客厅的窗户,这是她和副会长约定的暗号。 副会长尖装,立马换上武装带领搭档闯进会场扫尾。 浓浓的烟雾中,有个男人设复逃走,被一枪解决。 副会长和搭档见到满桌子的支票和美金,不禁露出开心的笑容。 搭档更是惊讶莫妮卡的美艳,一时间看呆了,谁知副会长趁他愣神的功夫,一枪崩了她。 副会长竟想独吞这些财产,心狠手辣,自私狭隘的人入定得不到好下场。 副会长卷走了所有的钱财,刚刚走出房间,迎面而来的小帅就把枪顶在了她的脑门上。 在副会长震惊的目光中,莫妮卡收缴了她的武器。 时间倒回到一周前,莫妮卡接到副会长的爱沙童之后,心中泛起了嘀咕。 莫妮卡是个孤儿,无亲无故,无所依靠。 因为长相美艳,被副会长挖掘,培养成卧底,潜伏在会长身边。 一直以来,莫妮卡都被当作工具人,她不但要应付会长的百般折磨,还要取悦副会长。 完成副会长交代的任务,稍有差池,就会招来打骂。 莫妮卡早就受够了这种生活。 接到暗杀通知的时候,莫妮卡犹豫了很久。 以前有会长压制,副会长还会稍微收敛一下行为。 如果会长没了,她会遭受怎样的对待? 莫妮卡不愿坐以待毙,将希望寄托在小帅身上。 她找到小帅,用一颗钻石作为报仇,让小帅配合她的行动。 事后,小帅可以拿走所有的钱财,而她只想要自由。 小帅不贪钱财,将那枚珍贵的钻石塞回莫妮卡的手中。 莫妮卡以为小帅要拒绝她的请求,瞬间有些失落,收拾好东西便要离开。 谁知小帅却说,我爱你,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,不要报仇。 随后,两人商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。 茶话会当天,副会长带人埋伏楼下,随时准备冲进去。 殊不知,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小帅也潜伏在对面的街道,等待他们开始行动。 副会长看到暗号闯进大楼之后,小帅尾随而上,待副会长干掉所有同伙。 单枪匹马带着钱财准备离开的时候,小帅突然出现,打破了她所有的幻想。 现在,副会长身无分文,一无所有了。 善良的莫妮卡念及多年情义,没有取走她的性命,而是劝她到警察局自首。 这一屋子人命,自首,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 但是到如今,副会长也无路可走,孤身一人,落寞地离开。 而小帅和莫妮卡深情对视,从此过上了没羞没燥的幸福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